三 二 一 中山夜市开放了 辛苦 不辛苦 反正每天睡几个小时 为了赚钱 期待今天晚上人气旺 然后生意好啊 我看到客人的时候 都是那种毛骨的表情 让我更有产业感 产业感不挣钱更开心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人类的生计 就有一些咱们的摊主过来摆摊 周边的居民一听 呀 楼底下有美食 于是就炸肉过来吃 随着人越来越多 更多的摊主都过来去做吃的摆美食 于是口耳相传就吸引 周边其他城居的一些市民朋友们 久而久之 就成了咱们现在文明全国的 中山路时间了 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就等这一顿了 哎呀 你至于吗 哎 那我们先从老友粉开始吧 照你这么说 烤鱼必须来一条吧 哎呀 还有这个蜜汁排骨 一天入一串的 看这个香蕉印度肥饼来一次吧 哎呀 这么说的话 那啤酒这个撩螺这这些不能少啊 你说这么多咱们吃得完吗 哎呀 这些什么都不得了 我真的哪样都好想吃一口啊 那怎么办 天哪好正经好正经啊 那现在呢 中山路夜市呢 已经日恢复正常的营业了 那金管单位呢 也在进行着正常的这个环境消毒 还有疫情防控的工作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的话 就可以放心的大快朵鱼啦